今天我说说恋人相处 最忌讳的是什么 我就总结一个字 贪 就是啊 这你什么都想要 然后你想要的东西呢 还和手里已经拥有的 恰恰相反 你明明吧 想说说爱情是幸福洋果 对吧 你心中却长存这淡淡的嫌弃 你嫌风趣幽默年轻帅气的男生 周围姑娘还多了 然后你还嫌这个老实忠厚 没疫情缘的男生 他不嫌风情 对吧 你有钱的嫌太老 年轻的嫌太穷 你找到一个又年轻又钱的二代 你又嫌什么大少爷脾气 你自动不来 都你的了 对不对 而这个男的也一样 你不先看上自己啥样 反正你动不动就严控我腿控 我什么胸控 然后你最后你再遇上了一个什么童年 俱当大肠腿的 最初的新鲜感和悠悠感消散之后 然后你别开始抱怨了 哎呀什么这个凶大无脑啊 没有共同话题啊 速度太低啊 没有灵魂的外壳啊 性格不合啊 等着却来了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抱怨真的 就是无休止 对吧 很多这个男人都说 坚苦苦素 一脸素颜的 钱带不出去 但这个光鲜亮丽的 带出去钱 得先花一小时左右 你又烦了 别磨叽了 你快点 你是当时不少的 这个素面超甜的 对吧 精打细算的姑娘 你觉得太现实 花钱大手大脚的姑娘 你又觉得太物质了 对 反正你遇到了一个 很天真很纯正的姑娘 你又想这不是一个脑残吗 对吧 为了一个下一代智商 我还得离她远点 反正就是 她没有什么 你就想要什么 对 对吧 但以身体观的人要求 就变多了变高了 对 不是因为对方做的不好 也许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对 他就是这样 欲望满身 对 人总是如此可笑 在爱情里或者在婚姻里 有人说自己驱逐 有的人说自己妥协 其实那都是贪大于爱 只是你自己不自知而已 没能直直细细的想法 心中向往和手里拥有的 原本身上 就是原本彼此就是对立的 你永远在追逐了两件 无法并存的事情 你的爱情和婚姻 怎么能不悲壮 最后幸福的人 胃口通常都不大 幸福的人是因为 最清楚的知道 事情的真相 就是 have the moment stark 舌头抽筋 而且拥有识别 和精良真相的 这样的人 当然有幸福的好胃口